楊丞琳眼明手快 就差一點 跟清風借來的金曲獎座就要被摔個稀巴爛了 還好楊丞琳身手敏捷,即時Hold住 不然就要還人家一座金曲獎啦 而且我剛剛的身手是用筷子的方式 剛剛是無名指跟小指很有力這樣假作 好,我還蠻厲害的 剛剛那個講座也是突然之間想要給我掉下去 好加在我的好身手,平時運動神經是還不錯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用兩根奇怪的手指把它夾住 今天下午,楊丞琳舉辦台北廠新專輯簽唱會 大批粉絲都來捧場 但因為風太大,怕走光又擔心髮型亂掉 楊丞琳在大批粉絲面前一整個崩潰加歇斯底里 你為什麼一直要看這個右下巴 因為我再往上一點點的話 頭髮就好看 頭髮就是在鬧了 貼近所有粉絲朋友們的這些表演 所以呢 好啦好啦,這個沒關係 就吹吧 不是吹成這樣那就吹喔 對 這樣也好啊 可以看到大家拍到你的新髮型 這樣多飄逸啊對不對 反正昨天天唱會也拍得夠醜了 真的 這樣說也太悲觀了吧 不過楊丞琳這樣的態度 可能的原因是因為這兩週舉辦高雄簽唱會和展覽 都遇到台風,被迫縮短 台北簽唱會也是在台風來襲前夕 真的是太倒楣了 確實就是這幾次的活動 就活動結束之後 剛好就台風 那也難說我跟歌迷朋友們都很幸運 我們可以平安開心的參加活動 然後參加完之後 大家就好好的躲避風雨一下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一連串的挑河 粉絲們才有看到甜心教主崩潰的樣子 可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啊 BTV請問採訪報導